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李老板 我发现今天来的两个女嘉宾也非常的眼熟啊 尤其是这一位 好像在某个网剧里面见到过啊 算你有眼力 这位我们新来的女嘉宾呢 是大型成人向前景喜剧 少傅凯莉的女主角 大家欢迎 欢迎凯莉介绍一下自己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B站大部主凯莉 也是尬武女王 有点长久了 长久了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凯莉 那今天我认识地问你一个问题 可以和我约泡吗 可以啊 这个 哈哈哈哈 哎呦 我们 多多子 多多子 你学着一点 女人 什么叫真正的女人 知性女人 知道吗 请问 那我再介绍一下我左边这位我们老朋友了 帮我到我们卖多多子 啊 她又来了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多多子 我又来了 好了 凯莉啊 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既然是这个桌游节目 那我就要问你这个问题了 你喜欢桌游吗 你实话实说啊 看我已经没有海本了 嗯 不喜欢 哈哈哈哈 哎 不得不得 打脸 这个凯莉啊 你以前是跟我们玩过桌游 我以前盛情邀请你 你很高兴地来我们这里玩桌游 你不会是不演不演我的吧 所以你当真喽 哎 那个时候红场作戏 哎 我玩桌游 大家都是朋友 你怎么看这样子呢 我第一期就给你抢了 佳琪 好好看的美少女 是不会喜欢桌游的 不会的 你看 这个豆豆子漂亮不 她好看 但是她虚伪 豆子 这时候你 今天你就摸着良心来说 你喜欢桌游吗 我爱桌游 桌游就是我的生命 桌游就是我的全部 我来了三期节目 为什么 因为我要证明我的桌游 你看 那么 你把豆豆子良心放在哪里 你看 豆豆子发自真心地来说 她喜欢桌游 可能是我们这个凯莉 她比较特殊 没有了解这个桌游的魅力 她特殊 怎么了 你的意思是 她出去每天跟朋友 那个社交特殊 然后我们每天窝在桌子里面打桌游 是主流人群的 我们在这里能交到朋友呀 你看 你这不是认识凯莉 不是认识豆豆子 还有小鲜肉吗 不是 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 可以可以你继续 你继续 那么我们再来问大家些问题 好不好 凯莉啊 你平时有没有喜欢什么小动物呀 我喜欢狮子 哦 喜欢狮子 那你喜欢狮素的狮子呀 可以了人家说场面话 刚才都教过你了 你可以了 豆豆子 好好好 那你喜欢什么小动物呀 我喜欢猫一撸羊猫 哦 喜欢猫啊 嗯 你这什么表情啊 我是真的天生就讨厌猫 那你总是喜欢小动物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狗啊 喜欢狗啊 嗯 那么既然没有人喜欢猴子 那么这巧了 我们今天就来介绍这个 这块关于猴子的朋友 叫摇摆猴子 哦 摇摆猴 啊 这款摇摆猴子呢 是一款格加班的平衡游戏 上级70岁的老母 下至3岁的小孩 都会喜欢玩这个游戏 等等等等 大家看看这个贝贝啊 你听听这个东西 它不是个玩具吗 它是桌游呀 在桌上玩的游戏 不都是叫桌游吗 更加说 我和我女朋友在桌上里打泡影 也是在玩桌游咯 哎 这个 因为这个游戏的规则 比较简单 我们今天就不放VCR了 反正谁东西掉了谁就输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游戏了 好吗 哎 等等等等 好像少了点什么 就是 我记得我们不是有个彩头箱的 对对对 不然我猜猜这个节目为什么呢 对对 我把这个公正公平的彩头箱拿 凯莉我跟你讲 这个里面的东西 要不然就是一样的恶心的东西 要不然就是不一样的 五彩斑斓的恶心的东西 不会不会不会 我抽 来来来 不不不抽一张抽一张 抽一抽 给这个摄像机换一下 贝毕 来凯莉大声的读出来吧 被其他嘉宾喂香蕉 哦 吃的 肉香蕉吗 吃香蕉了 吃 那么凯莉同意吗 这个豆子同意吗 同意 好 两位嘉宾都同意了 哎哎哎哎 都同意了 诶 放在 YOUR 有意思吧 哦 我在往这边加点重量 哎哎 哎哎 肚子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哈哈 啊 我只剩最后一刻了 你看难度出来了吧 简单简单 好 我完成了 这剩我一个咯 没有啊 还有豆子和凯莉 豆子输了 豆子输了 好 第一局豆子输了 好 我现在 你不能这样就先做吧 豆子输了 好点是 不是 它先做是因为这个游戏不好玩主要是 这个游戏还不好玩啊 不是 它太无聊了 实在是 而且我觉得 在这么不好玩的一个游戏里面失败了 哎呀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游戏的精髓 这话要有精髓 游戏要害别人 我们不能这样心平气和的 哎哎哎这样玩了 知道 好 那由我开始 我给你展示一下怎么玩摇摆猴 好吧 哎这样玩 知道了吧 知道了 哦这样的话 如果别人摆在即 emphasized 위otic影响了红色的平和 那放在那边最上面那个红色就会掉下来了 对呀 就是这样啊 好有技巧啊 可屁辣 好吃 那我也来大家好 诶 诶 豆子小心点啊 说的可是要吃香蕉的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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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我来了三次的嘉宾的名义 要求这集重来 既然豆子长得这么 那不行 这个晚上要和我吃饭才可以 先吃吃饭 你吃吃饭 重来吧 重来吧 诶 重来重来 这是公平公正 公平公正 有神学风度的 给他重来怎么样 好吧好吧 那就从我开始 好吧 一样的开机 我可以帮你摆近一点啊 对对对 太远了 我帮你摆近一点啊 好吧就这样吧 叛大 诶 凯莉啊 如果说有一个男 男生送你摇摆猴 你会觉得 你不能这样放 他可以的 他可以任何他可以 他怎么放都可以 对对对对 那么为什么 我们要害别人 对对对 凯莉选择 心平气和的玩 对对对 那就是保守所谓 对对对 凯莉你还没回答我呢 你刚问什么 我说如果有男生 送这个摇摆猴给你 你会觉得 这个男生怎么样 哇 是纸张 你脑子疯了吧 送摇摆猴 哎 这摇摆猴多可爱 你看一看 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增加难度 好简单 好简单 我要害水光 我不能让豆豆子输 我要害你 那我就是豆子 那我就是豆子 凯莉你这次来第五 是我们第一次来嘛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 有写记忆锻炼你的平衡性 又交到了朋友 是不是想踩下来 我想说好简单 感觉什么假呀 好假 凯莉 凯莉 他人生已经疯了 你吃吧 你怎么玩坏 我喜欢 玩猪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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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们玩猪油不能这样 要 要 我们要公民工作 sorry 但是我只想喝豆豆子 是吧 那我晚上和你吃吧 你不喜欢玩猪油 我看你吃着玩伴 不许 凯莉 凯莉就输了 凯莉就输了 我玩 第一局是豆豆子输了 第二局是凯莉输了 好了 那时候如果说 如果第三局是短剧的话 就他们两个都老实上交了 那么我们就进行第三局游戏吧 怎么样 这个太无聊了 我根本就不想玩第三局啊 这哪里无聊 这太无聊了 无论如何 这只是稍微增加点难度而已 这个玩法死终是统一的好不好 那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萌儿啊 我又不是把自己身体气坏出来 你们想到这个 哎呀 如果你想象一下我们不是萌儿 我们是黑社会 你代入一下 你感觉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会吗 黑社会 对啊 有这种说法 难道不是吗 你要不要代入一下 咱们试一试 那试一试了 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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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找你来 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事情 我听到外面有风声说 你想跟我针话似的那位置 是不是这样 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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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我想捅了一针嘛 是你自己方向有问题 桌游找就是过时的东西了 我应该在外面搞电动黑网吧 我记录给多钱嘛 兄弟们叫我出头 我也没有办法 我连一起坐坐有几十 你想赶就赶好 你是想自立门户 试一试 你不要帮我装水啊 试一试 试一试有钱不赚 还挡兄弟财路 你这样 我看就想搞到这个位置 也坐不完啦 那就是没得讲了 老公 你冷箭被人想清楚 靠兄弟们开阵 准备开阵 不用那么麻烦 老回去 赢的人留下 输的人 去菲律宾中相交 阿水 不要和他摇摆猴啊 不值得的 谁啊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 以后谁敢亲 西几哥 我拉水节的辈子 没真心佩服过谁 你西几是第一个 西几哥你快走 走啊 借你回来得 阿水 阿水 我们兄弟 要死去死 好 充足去跟他们拼啦 阿水 恭喜你和豆豆子啊 西几哥 想不到你大老远 就三三四开 我说什么呢阿水 我干儿子的满月酒 我当然要喝 西几哥 阿水 好 大卡兄弟也去 我奉陪 黑社会者 取财有道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快意恩仇 以何为贵 凡同门兄弟 不得互相猜忌 不可私自劫仇 一旦发生摩擦 非万不得已 不得速诸武力 应以摇摆猴的方式解决 双方各执两色 甲以交替 至子于摇摆猴上 一方执其 而由子落地即告负 参与摇摆猴之决斗者 盛则高飞远降 不月登云 败则退至女宋 以交为生 终日不得重返江湖 这条我会帮你买的 那会打电话的 那会打电话的 这条我会帮你买的 那会打电话的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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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凯莉说了一句 要被其他的嘉宾喂香蕉 你干嘛 你干嘛 我们喂的是这个香蕉呀 你在想什么呢 真蕉啊 那你为什么呢 没事 没想完了 我也没肉香蕉 好吧 那既然你不想喂了 那就两位女嘉宾你们互相喂一下吧 好吧 我把位子让给你们 怎么吃啊 小妹吧 不行 我为什么还是吃自己的 你看 女孩子互相吃香蕉 你们没有在互相吃香蕉 他们没有在互相吃香蕉 你们在焦焦 不是在喂焦 不行不行 都喂焦了 那你喜欢吃粗一点的还是 我喜欢吃比较深的那种 比较深的香蕉 我喜欢硬一点 硬一点的好吃 那凯莉呢 我喜欢硬一点 没有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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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多喜欢硬一点的 想焦啊 因为那种 这么发黑了 黑了就比较软 老人才喜欢吃那种 来 我们这里不仅交到我的朋友 玩着桌游还在吃香蕉 多有意思呀 凯莉是不是下次还想来啊 凯莉都是说不出话的 这摇摇头吧 香蕉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食果 它是润肠 所以如果说就是 残味消化不好的话 可以了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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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先坐下林佳琪 嗯 我有一个由信任发的问题想要问 嗯好 就是这种 拿来当摆设 用处大鱼桌游的桌游 到底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这个问题 真是问到了点子上啊 我们这个林佳门工作室 刚刚开了这么个桌游店 就是卖这个桌游的 这是我们上架的第三款桌游 而且是100% 100%的正版哦 那大概多少钱呢 我们的这个价格比市面上 还要便宜那么好多 那大概多少钱呢 这是便宜好多嘛 你说一下多少钱啊 我们这里是有折扣的 那多少钱呢 你非要问吗 是啊 这打完折大概200块 你再说一遍 打完折大概200块 打完折200块 对对对 这只猴子 你看他做工多少精细啊 还有这个表情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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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你说到神秘海域 你现在才卖168还是港币 那个是电子游戏 你看不见摸不着 而且你身边的 但我可以玩八个小时啊 我这个也可以玩八个小时 我这个我一辈子都可以的 而且你想想看 你身边人都有神秘海域是不是 但你身边有一个人 有这个摇摆猴吗 有吗 没有吧 你就会成为你身边独一无二 有摇摆猴的人 多么自豪 多么自豪 你觉得是不是很自豪 很自豪 好了那么节目最后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 不要忘记收藏硬币 以及关注我们四个人 不要忘记在下周六 准时收看我们的周游星期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腰白虎 Rocky Monkey 好奶 我靠 我靠 好了不用玩了 太弱势了 我的天 你这个店里面 是不是就是卖这种 给大家看看这种 学龄前儿童 开发智力玩的这种桌游啊 我们还是除了这种桌游 还有那种硬核的跑团啊 无尽杀戮这种桌游 很多的 那你为什么从来不拍节目 介绍他们呢 因为他拍节目有一点难度 观众看着也不懂嘛 所以拍这种节目 而且台本也比较难写 有这方面原因吧 那我们花续时间有限 你就直接说今天要干什么 今天我们就上周不是有抽奖吗 那么今天就来把这个奖给抽掉 送这个大家说不能说叫狼人杀 要说米勒山谷狼人 装逼就装逼 大家说什么叫狼人杀 狼人杀是盗版的说法 那他现在也深入人心了 就他妈是狼人杀 抽这个米勒山谷狼人 好我们一共是5000多号人 我们就是来这乌诺抽牌吧 9 9 2 1 又是9是吧 9 那就恭喜这个2919号楼的这个观众 我们会送你这个正版的米勒山谷狼人 以及我和水王的签名 以及水王穿过假装是豆豆子的丝袜 送给你 如果他要的话 如果他要的话 那我们这个礼拜送什么 这个礼拜的话我们也会送一款桌游 是 就是我们这次桌做的这款摇摆猴子 这么会200块你也送 所以说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白花花的银子呀 就三千收藏吧 准备你3297吧 3297是吧 啊 没吃到 3297 超过的话我们就会送 但是 其实它的价值不仅仅是钱 我们大家会去盘 还有情感 对对对 那就在下周五之前 如果收藏超过3297的话 我们就在下周五 也就是8月4号的晚上8点 我们直播抽这个摇摆猴子 我们不仅会抽他呢 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桌游 终于里面不好不好做的 对对对 8月4号还收过生日前一天来的 哦是吗 对啊 那这个收藏如果到不了 岂不是很不给你邻家去面子吗 哎 也许吧 不强求不强求 不强求 真的不强求 好 那么就我们就到时候见吧 超过 3297 好3297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也就是下学了 这就是直接送钞票 拜拜 拜拜 大家再见